大家好 在上节课当中呢 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运用我们的左手 那么今天呢 我们再来学习一个新的技法 爬音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叫爬音 一起听一下 好 听起来非常丰富好听 这就是爬音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爬音的符号 好 看一下 那么爬音的一共是由双手的七个音构成的 那有些特别的是 这七个音不是横着写的 而是竖着写的 是纵向的 那么竖着写的这七个音的旁边 也就在它的一侧 会有一个像水波纹一样的一个曲线 那也就是说将来如果这七个音 我们在旁边看到这条曲线的时候 说明这七个音呢 是爬音 也就是它是一次演奏的 如果将来这七个音 竖着写的七个音旁边没有这条曲线 那么说明我们将来这七个音是 是一起弹的 当然这个内容是今后的内容了 所以也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曲线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要看清楚 这七个音到底有没有曲线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爬音呢 是竖着写的七个音旁边 一定会有一条水波纹一样的曲线 好 所以这个符号我们记住它 就是爬音的符号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爬音一共是由 双手的七个音构成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找一下 这七个音分别都是什么音 首先是左手的 然后是右手 左手四个手指都用上了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爬音 四指 我们注意除了小指以外都用上了 四指小指不用 四指在中音区的兜上 中指在中音区的咪上 十指在中音区的搜上 绿色的 大指在上加一点的兜上 好 这四个手指是左手的爬音位置 一个手一个手来 不要着急 好 先找到我们左手的 接下来是右手 先别弹 一定先把位置都找到了 因为爬音是一个整体 绝对不是找一个弹一个 一定是七个音全部找到位了 最后它们是一个整体共同完成的 右手找到第一个音 上加一点的咪上 右手的在这注意一下 我们没有用到四指 所以接右手的时候 直接就是中指了 中指在上加一点的咪上 十指在上加一点的梳上 好 大指在上加二点的兜上 好 不要怕麻烦 我们只要第一次入手的时候 把这个音找到今后 爬音的手的这个规律是一致的 所以将来练手了之后 我们手往上一放 就是爬音的规律 随意的一放就是爬音的规律 所以在初步的时候 初步学习 我们还是要仔细的 要找到这些音 那么七个音就各就各位了 好 我们再复习一次 四指 四指在中音区的兜上 中指在中音区的咪上 十指在中音区的梳上 左手大指在上加一点的兜上 好 右手中指在上加一点的咪上 右手十指在上加一点的咪上 最后一个右手大指在上加二点的兜上 好 那么各自呢就找到了我们的这音的位置了 那么我在上节课的时候提到了 右手有右手的弹奏位置 左手有左手的弹奏位置 但是今天我们在上爬音这节课的时候 我们要让双手的位置完全统一到一条直线上 从而达到什么目的呢 就是让我们这七个音出来的音色完全是统一的 好 所以我就请大家记住 爬音这个技法是有一些特殊的 它并不是左手在自己的位置上 右手在自己的位置上 而是双手分别向中间靠拢 达到双手都在一条直线上的这样一个目的 最后呢 从而能够统一我们七个音的音色 好 这几点都做到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弹奏了 嗯 我们先放慢一点啊 七个音一个一个来 好 很好听的 那我们大家可能发现了 我们把七个音都找好了之后 弹完一个音 其他的音一定要牢牢的待在各自的位置上 不要散掉了 所以这七个音一定是一个整体啊 每弹完一个音 其他的还没有弹奏的音 一定要牢牢的贴紧在自己的琴弦上 好 这就是我们的爬音 那么 接下来 当我们把这些音都找到了 学会爬音这个技法了 我们可能就要注意一下爬音的弹奏要领了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我们爬音的三个要领 第一点 爬音的速度必须是平均的 我们来听一下错误的弹法 好 听到非常不平均的这个爬音的构成 所以这样的话 将来我们很难 非常起到修饰作用的在乐曲当中运用 所以第一个要点就是 我们这七个手指在弹奏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 衔接要平均 那么我们可以慢一点 先做到很慢的速度能平均 再逐渐的加快速度 好 听一下我们准确的弹奏速度应该是 尽管很慢 但是我很平均 好 如果加快也是平均的 再加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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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也就是说 其实告诉大家一个练琴 必须要循序渐进 能够做到平均了 我们才能逐渐加快 那么千万不能出现 这个七个音是跌跌撞撞的出来的 第二点呢 我们刚才说了 第一点是速度 第二点就是力度 我们来听一下错误的弹奏方式 好 那么特别是 我们在初学阶段 每个手指的力量把握上面确实做不到特别均匀 因此切记 着急 放慢下来 每个手指位置都找从容了 力量都放舒服了 就比较容易让它们平均了 好 还是放慢速度 注意每个手指声音大小一定要保持一致的 听一下 好 无论我是声音是整体大还是整体弱 我的七个音音量是一致的 弱也是一样的 强也是一样的 好 所以将来 那么这七个音才能又是完好的构成一个整体 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们注意一个更大的一个细节 我们看一下更重要的一个细节 有的同学在弹爬音的时候比较的粗糙 怎么粗糙呢 我们听一下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听到了在第一节课当中 我提醒大家的一个触行角度的问题 因为第一节课我们说到了中指和食指 其实弹奏的时候是一个角度 大指弹奏的时候是另外一个角度 那么这个中间其实是转换的时候 是有一个调整角度的动作的 那么当我们爬音的时候 又有四指又有中指又有十指又有大指 它是两只手 这个时候是不是每个手的角度 可能都必须存在一个调整的问题 好 那么确实是的 我们这七个手指 每一个手指在发声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要周密的考虑到 它的一个出现角度问题 所以这个细节都是隐藏在 包含在我们的练习当中的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大家放慢 速度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细节 每一个声音是不是出来都是光滑圆润的平面触弦的角度 好 下面我们这第三个要点 请大家放慢速度分解开 关注我们每一个手指的触弦角度 四指我确保我是平面的 中指我确保我是平面的 中指我确保我是平面的 这样的话大家会发现实际上我在左手右手衔接的时候 我都有一个胳膊带动我的手指 其实目的是为了调整角度 仔细看一次 只是说我们最后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呢 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隐藏在这个流畅的一个一串华音当中了 所以尽可能的不要夸大这个动作 不要太刻意的去让这个动作很明显 它其实这个动作实际上最后它是隐藏起来的 而真正体现出来的呢 是七个音非常的光滑圆润 好 再看一次 好的 现在我还是做的稍稍明显一点 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得清楚 好 那我请大家一定记住 我们爬音这七个音是一个整体 那么一定要注意这样三个细节 最后才能让这么优美的这个技法 真正的能够去美化我们的旋律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会谈慢的了 最终呢 在曲子当中 它必须达到一定的速度 那我们在这强调一点 爬音实际上 虽然是七个音 而真正 它在乐曲当中起到的作用是一个音 比如说 大家听一下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乐曲 小白菜当中 其实它听到的旋律就是 其实它就是一个音 而一个音是由七个音来构成的 那我主要希望大家意识到它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速度要很快 那么如果你七个音每个音都放得很慢 最后它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音的效果 甚至在乐曲当中就脱拍子了 好 所以这儿呢 我们就要开始通过练习呢 让我们这七个音呢 达到一定的速度 最终它能特别流畅的 像一个音一样的 在乐曲当中出现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最好的练习方法呢 就是一变慢的再对照一变稍快一点的 慢的时候呢 想我刚才几个要点 快的时候呢 练习一下我们的流畅度 好 一变慢 一变快 我们看一下 提醒大家一点就是 第一组我们已经找会了 那有的同学说 每一组我都要这么去找 这七个音找起来太麻烦了 好 在这提醒大家 其实第一组找到了以后 我们之后 基本上我们手的这个间隔啊 其实都是不变的 所以爬音练习 我们这个手的这个间隔 全部是固定的 后面不用一个音一个音找了 也就是说 跟我们之前的练习一样 每个手指呢 都开始依次往下移动 一根琴线就可以了 好 我们试一下第一组 好 七个音一定要同时找好了 才能弹 绝对不能 找一个弹一个 这个将来 首先它不会是一个整体 其次的根本连不快 必须七个音全部放好了 好 刚才我们弹了一变慢的了 这个时候 我们看看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啊 我们看看一变慢 再接一变快 好 那么初七呢 当然你就不要练快的了啊 从很慢慢开始练 第二组的 大家看到我每一个手指都一次往下移动了一根琴弦 间隔都没有变 好 一变慢的 好 一段时间以后 再来一变略快的 练一下它的整体 好 再一次往下移动一根琴弦 很简单的 都间间隔都一样 不变 好 来一变慢的 好 还是找好了 七一都放好了 来一变略快的 好 我们一组一组是这样子把排音练成一个整体的 好 所以最终大家一定要记住 排音在运用的时候 我们其实非常需要它的一个速度 啊 才能让这七个音最后最后能形成一个音的效果 在乐曲当中来修饰和美化我们的旋律